我收下了一面金牌 對 腳都被帶開了 插邊 非常… 很棒的 對 投場球 側切 三分的差距 側上 側上 手拉或反手師是非常流暢的 9比4了 再一分就可以拿到吉莫子 是很有希望啦 還是走直線 而且主要進攻的線路都是拉到波爾的正守位 也是很有經驗 但是你要跟一個年輕小將打穩 拿兩分換到馬龍來發球 還是偏高 單手擰 哇…好球 側切 側下 零半出座 哇…差別… 擺轉偏高了喔 哇… 往中路 哇…中遠台對拉 哇…角度飛 往外旋出去 因為他有打到這個球的側面 偏高了 偏高了 哇…還是… 選手心裡是都有… 都來得及在這麼瞬間的反應 去衝死你的對手 你就會去選擇走對走線 過去了所以自己是仰天長探啦 8比7 哇… 都沒辦法接 對,剛剛那個就是馬龍在主動在批場的時候 太騙他 哇…還是… 哇…又偏高了 就先走場的都沒關係 好球 偏長球 偏長球 中遠台 偏高 還是… 還是側上的 出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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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數上的超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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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管怎麼屌怎麼擋怎麼打 都一直不是掛網就出界 對… 好… 三…甚至到第四時間 也就是球已經掉下了 尤其是在發球的時候 第二局 馬龍發到發到波爾的感性都稍微有點不足 這情況下 進攻端都在馬龍的手上 好球 是…最完美的 是…最完美的 好球 中路 好球 好球… 好喔 等中台喔 所以現在已經忽略了短球 哇 要多往中路走一點喔 走 擺短喔 所以在短球上面的準備 馬龍可能要多台內準備來擺短的 馬上得到效果會的準備 對 哇 翻了 非常重要 哇 還是一個長球 側上 偏高了 哇 連續一點 側上 哇 往中間走了 非常聰明 柳皮 側上 哇 慢喔 很輕鬆 而且也很安心的過來可以用翻手擺 但是在第五局 開局 其實連拿六分 難度可能都高了一些 是 轉拉 好 中國球迷到現場看球 中國球迷到現場看球 側上 到馬龍 波爾的中路 還是走中路 可能還不習慣 32強就倒了 連16強都沒有辦法打進去 寫下 他在事情 在情感上面呢 是 蠻希望看看有沒有 只有像Timobo這樣前球 爬完馬上就是一個 屍的痕跡 一定要贏 因為馬龍已經局數上是聽牌 舊的漂亮 中遠台 哇 太早了 反了嗎 頂線了 轉手擰 側身 不能大意 對 對 機會球 正一些 剛剛擠了2003年 對 擠到 哇 打到身體了 解的男人啊 沒錯 單打的這個部分 偏白 偏高了 對角線 偷藏球 轉 反拉 好球 擺得漂亮 好球 比賽結束 剛剛這一個招牌的反拍被馬龍給救到之後 下一拍下一板就變得自己掛網了 好球 其實最後一板 孤兒的角度也抓得很厲害 其實最後一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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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 白 對 感谢观看